男人贵在胸襟,女人贵在性情 一个男人的魅力,不在金钱地位,而在宽容的气度 一个女人的魅力,不在花容月貌,而在善良的心地 男人心一宽,财富滚滚来,女人心一善,幸福又美满 所以说,男人心宽,女人心善,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一,男人心宽采运道 宽容是男人的胸怀 晚清明晨林泽许任梁广总督时,曾提写了一副有名的对联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便利千任,无欲则刚 一个心宽似海的男人,能够看清世事沧桑 不管遇到什么风浪,都能泰然自若,不生妄念 诗意时看得开,得意时看得淡 俗话说,心有多宽,命就有多好 人有什么样的心,决定了脚下走什么样的路 心不宽,路就窄,心一宽,天地宽 男人顶天立地,活在这人世间,就要活出滋味,活出样子 在社会上,要能容纳他人 现代社会,单打独斗闯不出名堂 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要合作,就离不开广阔的人脉 好良好的人际关系 凡事斤斤计较,没有容人之量 只会把朋友越推越远,财富自然也就随之远去 人脉越广,财路越宽 心宽,就等于在给自己积累财气 在家庭生活中,更要懂得包容体谅家人 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勺子难免碰锅言 父母,妻子,孩子,人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 身为男人,就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要做孩子眼力的英雄 做妻子心力的依靠,做家人沟通的桥梁 家庭生活好了,大后方稳定了 一家人才能手挽手,迈着大步奔着好日子走 二,女人心善服起来 善良是女人的天性 女人可以没有秀外,却不能没有惠中 女人可以没有美貌,却不能丢掉善良 因为美丽的容颜中会老去 善良的心却能永恒 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她们是家庭的宫殿站,也是亲情的保温层 一个家只要女人心善,夫妻关系就会甜蜜 婆媳相处就会融洽 家庭成员相处的和母亲热,自然是福气迎门 一个家如果女人不善,整天与人勾心斗角 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那这个家就算再有福气,迟早也要被打散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家庭福气的根基 女人作为母亲,对孩子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母亲的人品,性格直接影响孩子的三观 母亲为人善良,孩子大都规矩懂事 母亲心思不正,孩子自然有样学样 一旦孩子走上歪路,再好的家福气也尝不了 善良的女人是一杯茶,温暖着自己,也滋润了他人 善良的女人是一朵花,绽放着美丽,也带来了芬芳 善良的女人是一本书,沉淀着教养,也传承了美德